美国疾病控制中心主任罗伯特·雷德·菲尔德3月11日坦诚,美国存在新冠肺炎死亡病例被误认为是流感死亡病例的情况。 雷德·菲尔德当天在国会众议院出席有关新冠肺炎疫情听证会时,有议员提问美国是否存在有些人看似死于流感,但实际上死于新冠肺炎的情况。 雷德·菲尔德回答,到目前为止,美国确实有一些病例是这样被诊断的。 听证会上,议员哈雷·罗达与雷德·菲尔德展开了对话。 罗达表示,如果没有检测核,那些易得流感的人会不会被错误归类为其他疾病,而非他们实际患上的疾病,他们有没有可能感染的是新冠病毒? 雷德·菲尔德表示,标准程序是首先检测不是流感,如果他们得的是流感,检测结果会呈阳性。 根据CBS当地时间9日报道,CDC发布的最新流感报告预估,到目前为止该流感剂共有大约3400万人患流感,35万人入院治疗。